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願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占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半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都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就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初日即西曆三月十三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巨蟹在今次農曆二月會變得出奇地冷靜理性 那當然是一個relatively speaking 就不是說absolutely speaking 因為畢竟在理論上巨蟹都是一個非常情緒化 或者叫情感豐富的星座 所以各位冷靜理性極都會有限 但對平時不同的階段去比較 會變得比較酷酷的 這件事有利也有弊 利在什麼呢? 如果你們是受了情傷 想去慢慢放下一些舊的人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非常之好去修補傷口 去治療自己的階段 過了這個農曆二月 相信你們很快就會放下這些前度 或者暗戀不成的對象 這是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衛劍斬情屍 但是那個壞處可以是什麼呢? 就是忽然你們因為真的無端端變得酷酷的 如果是已經有拖泊的人 你們的對象會忽然覺得你很奇怪 你是不是什麼事生了他? 你是不是經常在黑口黑臉? 為什麼不應機? 其實這個會是一個開心事 因為一向是情緒大起大落 甚至有時會情緒勒縮對方 甚至有時會 所以其實忽然抽離一下 其實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的對方可能會怕 你是不是發神經 因為你的表現太正常 所以我會勸你們 在你們變得比較冷淡冷漠之前 或者冷靜之前 不如你先給一聲預示他們 你溫馨提示一下 接下來我會比較冷靜 我不會經常扯著你 我不會經常在發神經發脾氣 你不需要害怕 我不是生氣 這個是我變得更加好 你應該要鼓勵我 你先跟對方這樣去低聲 那他就會變得心安理得 好 這是一個情感方便給你的提示 那最後呢 原來在農曆二月 都有些事情是很適合做的 是什麼呢 就是 你們可以去做一些 show case的東西 去demonstration 去開一個 exhibition 去展覽一些自己 一直以來的成果 尤其是哪方面的成果 一些藝術的成果 或者一些你們對於 宗教啊 靈修啊 一些追求方面的成果 那你不需要害怕 是將它宣揚於世 給別人去知道 你得到的成就 例如 例如你經常行山 然後就拍了很多美照 然後呢 你可以將這些東西 一次過放上IG 或者特意做個Album 因為說真的 現在 因為你要忽然之間 搞畫展 搞相展 不是一夕之間的事 是不是 還有現在疫情 你都很可能去做到這些 實體的show 是不是 但是 可能你將這些東西 全部無端端放上網 是的 或者你去拍一條片 是的 你練了很久 瑜伽 你終於做到一個post 這些都是跟一些靈修 身心靈有關的friend 是不是 你將這個東西 拍上youtube 拍條片 或者你去跳舞 跳舞都是藝術 或者你花式流冰 你終於做到一個超高難度的動作 然後你將這些東西 拍上片 即是拍上網 再公諸於世 大家都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掌聲 還有你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原來都會有一些得力助手幫到你 OK 即是可能你只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你不會做後期剪接的 你不會做後期剪接的 你不會做一些subtitles 你不會做一些上網 你不會做一些上網 上網 上網 原來是有人可以幫到你 OK 所以你們做這些之後 呼聲會幾高 所以如果你想真粉真人氣的話 不妨趁這個農曆二月去做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鑾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就是看Fixed Stars 恒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